嗨 張總監 嗨 我們是設計家 想要跟你進行快問快答 請說 今天出門前做的 最後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記得拿車鑰匙 那請用三個形容詞來修你自己 忙 很忙 超級忙 那公司目前的設計案 都分布在哪些地方 我們大概是在上海 廣州 然後還有 總監我們可以進辦公室嗎 我們到裡面看看吧 總監你有欣賞的藝術家嗎 Jeff Quinn 他是我知道一個 美國很厲害的藝術家 他具有一個很強大的商業價值 而且他的東西 都做一個巨大的雕塑品 很有強烈的一個視覺感 我滿喜歡的 那您自己本身有什麼樣的收藏呢 我喜歡收藏重機 那可以透露一下 你重機的品牌嗎 杜卡提跟寶馬 那最喜歡的汽車品牌是什麼 Posh 為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YODONE的設計思維來講 他做得相當線條優美 而且很有強烈的視覺感 那請用一句話來描述你的設計理念 為人跟空間當中 建立一個很強大的視覺連結感 這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那通常你在設計 住家的時候 最重視的部分是哪裡 一定要有一個很強大的視覺語言 當他的一個視覺主軸這樣 那在一天的時間裡面 最能激發你的設計敏感 是什麼時候呢 通常是睡覺之前 那最近讓你最滿意的事情是什麼 最近最滿意的是 就是跟客戶像朋友一樣 在聊天 談案子的時候 如果今天要去五人島 你只能帶三樣東西 你會選擇什麼呢 如果我不避諱的時候 我可能是兩個 那阿妹跟吃不完的食物吧 那你的衣服裡面 最多有什麼樣的顏色 通常是白色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您在挑大理石的時候的秘訣 我覺得空間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你要注意空間的整體色感 然後還有就是 注意防水性 那柔雅設計 目前有幾個員工呢 十二 請用一句話 來形容柔雅設計 完創技 標設計 最後想跟觀眾朋友 說些什麼話 如果你們想要進行的 揮灑空間的話 請找我們 謝謝張總監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